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です 那這次義大利活動多了很多新的武器裝備 那他們的性能究竟如何? 我來簡單的帶各位了解一下 好,首先是我們的通常彈 它是120連裝跑 那它的彈總是通常彈 但顧名之義它對於中中甲的補陣就非常糟糕 它其實性能跟我們一般的120連裝跑是差不多的 甚至還略速一些些 那通常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中中甲的補陣 其實沒有榴彈來的好 所以整體的性能、泛用性自然就沒有榴彈跑來的好用 那加上它的攻速也是非常的慢 那也不適合作為我們的彈幕炮使用 那如果你要用彈幕炮的話 還不如選這個 秋月炮 攻速還比較高 適合我們的彈幕炮做使用 所以這個炮跟這個炮 其實兩者沒有太大的差距 那也不推薦去強化高等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的對空炮 新的對空炮它的性能其實就是介於這個SDAG跟我們四連波浮斯之間 那以DPS來說其實也還不錯都有破百 那攻速也還不錯 那在射程上面是贏了我們這個四連波浮斯 還很多 那當然這個有命中 SDAG有命中的優勢 所以還是在使用上面是非常優先去使用的 那這個炮只是說作為一個四連波浮斯的上位替代 因為後面的關卡 講求的不只是DPS 還有我們的射程 尤其是在你自律的過程中 我們的射程範圍越大 那我們有機會 匡到更多的飛機 打到更多的飛機 所以未來在射程上面的優勢 絕對會是比較吃香的 那DPS最高的地方呢 其實手動可能會有影響 那如果是自律的話 還是優先選擇我們這個射程比較高的東西來使用 那其實最好的選擇當然還是我們這個113啦 那科研這個也是不錯的 總之這一砲大概算是波浮斯的上位替代 那有也好 沒有也不會差太多 畢竟我們還有113可以選 那科研這個也是第九不衰 所以這門砲要撈也好 不撈也不會吃虧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戰劍炮 那戰劍炮這邊對比的是我們科研的410 其實在面板上面的基礎火力 這個新砲呢是略輸我們的科研炮 不過它有個新的被動是主砲傷害提高10% 這是存在最外面的 傷害多少再乘以18 那比較不好的地方是 它第三次的砲擊裝填會增加30% 也就是第三砲 它這邊會再乘以30%的攻速 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整體說整體這樣輸出下來 三輪的輸出一定是這個 是10比較高 那如果論兩輪內的輸出 兩輪喔 因為不會有第三砲的延遲 兩輪內的輸出是381 會有比較高的輸出 所以這門砲算是短期決戰 兩輪以內的爆發輸出 所以你在打C連 或是打演習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這邊另外的地方 是這個擴散的範圍 擴散範圍是24跟22 那24擴散範圍可能就會比這個 22來的範圍在高 所以在命中率上面 單一敵的命中率上面 定點的敵人 他可能就不是這麼密集 那我們可以使用 比如說像是減少散步的 或是驗戰本身有減少散步的技能 用在驗戰上面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發砲方式 那我這邊也有在打演習的過程中的差距 驗戰使用這門砲的時候 傷害打在中甲 也就是航母的上面 會很明顯看到有10%的差距 然後呢 驗戰有收術技能 加上兩輪內 基本上可以把後排打得清潔溜溜 所以短期決戰在驗戰使用這門砲 打演習的過程中 驗戰會取得更大的優勢 那這門砲其實不僅僅只是為了利托里奧的彈幕 那其實其他人的戰艦 用這門砲可能也會有一些優勢 比如說大地 大地在第三砲的時候 會有縮短裝填的技能 那你可能在這上面可能就會有差距 好另外像是天城 天城你可以滿足四重鷹的時候 他會有短縮的裝填 所以用那門砲也可以快速打出裝填的效果 然後還有彈幕 另外像是我們的敦克 敦克有獄裝填 獄裝填也可以盡量早期的時候 短期決戰打出最大的傷害 好接下來是屬於我們魚雷劑的部分 那魚雷劑這個青花魚呢 是現今版本目前版本攻速最快的 雖然他的傷害只有兩顆魚雷 那傷害整體DPS當然是輸很多 比起這個紫色的縮魚還要劣勢 那不過他有最高的攻速 所以呢這邊在使用獨角獸或是光輝獸 你配這個可以取得最大的攻速 那在輔助方面可能會更有優勢 那除了是可威的專武之外呢 接下來就是還有調速的功能 因為只要是姊妹劍 他們基本上裝填的時間也會差不多 那如何使用姊妹劍 然後把他們之間的起飛的速率調開呢 就是用不同的飛機去調整他們的速度 那這個魚雷劑可能也可以成為 你調整速度的一個武器 那接下來我是使用獨角獸 裝備縮魚跟裝備青花魚之間的 裝填時間差來做一個比較 在未來可能你可能差一秒 就可以補出來的時候呢 那整體來說用青花魚可能補血的效率可能會好一些些 所以當然要看你整體的這個戰鬥的情況來做調整 這件容是在那裡 東西搭配合補血的效率 這件容是可以補血的效率 那總統化不散 那你帶著火口 然後把火口 那些功能夾但有時候 土服務的時候 你還可以補 Gen? 可以補血的效率 火口 這件容是從檳獄 好,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重巡砲 這門重巡砲呢,之前有強化上面的bug 那後來修正後,它的補陣威力來到了43 43×8發 那這門砲的優勢呢 就是在對於中甲上面的輸出會有額外的傷害 那對輕重,它的補陣就下修了一些 所以整體來說,這門砲在攻速與動作時間上面的DPS算下來 整體的輸出會輸這個科研砲 它的優勢就是屬於在打中甲的敵人 比如說打重巡,鳥海他們 比如說像打飛鷹準鷹這些輕母 屬於中裝甲的敵人會有比較好的傷害 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它是雜拉的專武 所以就是雜拉使用會有比較好的輸出 因為呢,雜拉有一個技能是 裝備這個這門砲的時候呢 會有那個額外的12%增傷 那比起流彈來說 這隻AP彈它還可以做穿甲的動作 所以它可以打到兩個敵人 1跟2,所以它可以貫穿 所以這門砲在道中 你可以期待它可以貫穿多打一個人 多一個傷害 那比起流彈來說 它的可期望的額外傷害會高很多 所以雜拉使用這門砲效率是最高的 那其他人使用只能期待打中甲敵人會有額外的傷害 那如果你是複合型的敵人 整體來說還是使用科研砲會比較好的 那它這個紫色的版本呢,是徹甲彈的版本 所以雜拉裝這個徹甲彈是不會有剛剛所謂的技能效果 它只能吃徹甲彈的部分 而且這個紫色的DPS還略輸紫色的歐根砲 那唯一可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的 子彈間距會是比較少的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子彈間距是怎麼一回事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剛剛的子彈間距呢 大概就是屬於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在差不多的動作時間內 它們的子彈間距會是比較小的 那這子彈間距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當我們傳在偏移的過程中 可能因為射角,它大於它的射角 它開始要找尋下一個目標的時候 或是在偏移的過程中 那種航速的問題會導致它的射出去的角度會有所偏移 那間距越大 那可能它命中 未來命中敵人的那個命中率呢 可能就會開始下滑 那子彈間距比較短 在偏移量 以及在航速的差距上面 可能命中率被下修的可能性就不會這麼高 所以這門炮在命中率上面 我覺得可能會高於傳統的歐根炮 此戰間距比較大的一個過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實際上面這門炮的一個發射的情況 好,看完剛剛的一個實彈的發射情況 你會發現其實這門炮的時間 真的非常的長 基本攻速加上它的動作時間 整體的動作發炮時間會拉的非常的長 雖然它的基本威力很高 可是整體動作的時間很長 看起來DPS很高 可是實際上動作很長 那影響的也會影響到它的全彈發射的時間 所以整體來說 真的只有雜拉使用這門炮會比較有效率 其他的重巡 還是使用我們的科研這個車甲彈 會來的好很多 因為攻速短 動作時間也短 相對於它命中率也高 它是直接射三發 然後兩個命中率也非常的高 然後也可以期待它可以打出全彈發射的一個傷害 所以這門炮真的只是要雜拉使用 或是你專門想要打中甲敵人 可以稍微期待 不過我覺得還是 這個科研砲會來的好一些 整體而言 所以這個活動 你大概繞一門 給雜拉使用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至於說要量產 那接下來可能看復刻的船 有沒有新的船 新的重巡 比如說POLA POLA可能也可以使用這門炮 也說不定 那等復刻以後再說 好以上是對於這次意大利活動 所增加的武器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那希望有幫助你了解這一次武器上面的選擇 雖然說可能出片的時間有點晚 不過下次復刻的時候 你至少有一些根據 有些底了 那接下來未來我可能會針對個人 每一艘船 他們這些新船的使用的一些方法 或是使用的優勢在哪裡 那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來我發的一個新船的使用情況 那今天就先這樣啦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那麼啦 我和大家炫耀的 神經病 因為自己獲得很快 要做一次 請幫我 自己詳細點 我們還在一個方法 unching 會 我們還是要找到 對不起 我希望你敢看 不用了 我先不知的 竟然想不到 我先想想 好 我先想想 您想想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